Hello 大家好 我是Emma 話說最近我是在拍一條關於日本淒麵杯麵系列的影片 然後我今天走過DONKEY的時候 我竟然看到淒麵出了一個新的包裝 我覺得蠻漂亮的 所以就買了回來跟大家拍一條開箱影片 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這一盒杯麵 它的價錢就是135.9一盒 我買的時候它說加多70元可以有一個拉麵 但是它的日期又是有點鬼鬼的 寫著202112月28元我怎麼吃啊 這六個其實大有來頭的 這個牌子的杯麵是非油炸的杯麵 深受古客歡迎 可以享用正宗的日本拉麵 這一盒就是以下日祭典為主題 配襲了來自青森、仙台、生瀉、京都、德道、博都 這六個 這一邊就是你看到的這六個杯麵封面的樣子 然後你反轉就是杯麵綠熟了的樣子 就是這樣 還有我覺得它這個包裝不太user friendly 例如它的手柄 其實拿的時候它全部都是這樣陷入的 那如果你要拿呢 你要右壓右虛才可以把這個圓著的虛線 然後你撕出來之後呢 你以為拿到了 不是啊 是很難拿的 它這個紙皮呢 看到它是有些牙在這裡 而且它太薄身了實在 你拿的時候其實是 都挺介手的 所以它這個我覺得有待改善它整個包裝 剛才我一開始說 最近我是在拍一條關於淒麵系列的杯麵的影片 那裡面這六個其實有四個 是已經特別其中我原先買的那些裡面 另外那兩個我是沒有買的 就分別有這個青森 還有這個我得到醬油杯麵 青森呢它挺漂亮的 它是有兩個這些鬼在這裡 應該我覺得這個是挺好吃的 那另外剩下的那四個呢 就會在下次的影片裡出現的 如果想看的話呢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你下次呢 就一定會看到這一條影片的了 這個呢就是它送的毛巾仔 其實是一條白色的小方巾 旁邊是刺繞了這三個公仔在這裡 這三隻公仔呢 不知為什麼我想起 邪流丸裡面那三隻東西 現在我手上這個呢 就是得到的杯麵 我打開的時候呢 它裡面有肉在這裡 我真的很感動 以往很多日本的杯麵 它都是沒有肉在這裡的嘛 那另外呢 這裡有一隻蛋的 哇 棒啊 這隻蛋呢 是我自己人外買的 就不關它事的 我下了水之後呢 其實我沒有特別去 去攪拌它 但是它已經是很軸的 讓大家看到我的樣子是怎樣的 還有呢 它有很多這些筍 不知道大家吃不吃筍 我自己就挺喜歡吃的 不夠鹹 也挺淡的 湯 我覺得可以鹹一點 我先吃到嘴巴 買Favor 那筍呢 是爽口的 真的像是在吃拉麵那種 它放給你的那些筍 它的麵是偏油的 看的樣子不像是很掛到湯 試試看 的確不是很掛到湯 要一邊吃一邊喝的湯才有味 但是呢 我覺得它麵質不錯 它不說得上是彈牙 但是它是有咬口 是OK的 這個麵 第二個呢 就是這個青森杯麵 我還沒抖得它很厲害 所以大家應該可以看到它的湯是怎樣的 都是那一句啦 一隻蛋是我自己的 就不要太多幻想了 那這個是麵筋 然後有一塊肉在這裡 聞它的時候 它有很香的鑑魚味 所以我對它的期望都挺高 不過它的麵呢 是比起剛才那個 是較粗一點的 不像剛才那個那麼幼 試試看 這個OK的 我果然沒有選錯 我說那麼多這個鬼麵的 應該是最好吃的 我覺得這兩個比 我覺得這個真的好吃很多 剛才那個呢 真的 沒有什麼味道在這裡 這個真的入口 這個湯很甜的 果然沒有令我失望 這個麵很滑 很滑 一說 整個麵是湧入口 但是它沒有剛才那個那麼有咬口 另外呢 我就試試這隻 額外買的蛋 這個蛋是 我喜歡的 這個蛋是 會吃到它的酒香味 是 真的OK的 我買了19個多兩隻 它是抽真空包裝的 但是我覺得它是值得買的 反正是蛋中 值得買的那個杯麵 我現在又吃這個得到的杯麵 比起來呢 會覺得 剛才那個麵質 是 真的太過滑的 有些飾薑的時候 就不要那麼心急 不然呢 就會很容易熟了 喜歡 魚香味的話呢 就剛剛那個杯麵 就一定會是 是可以感覺到你的心意的 那這個是醬油 但是反而我覺得它那個味道不是太濃 剛才那個反而呢 那個味道是濃過這個 那這個杯麵呢 我算了6個 除了開 其實跟平時的價錢都差不多 都圍了25個多一個 只不過它送了一條毛巾給你 那這條片呢 這次我只試這兩個杯麵 那因為那4個杯麵呢 已經在另外妻麵那條片那裡 你會出現 所以呢 我就不試吃了 大家如果喜歡這條片的話 就記得comment、like、share 記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Bye Bye